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window下的一个方法 它叫做open方法 这个方法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方法 那么首先呢这个open方法呢 它呢同样的也是我们window下的一个方法 那么它调用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个window.open的去进行调用 那么同样呢它呢还可以省略这个window的去调用 直接通过这个open的去调用 那么我呢要给大家讲的是 这是open下内的三个参数 那么第一个参数呢是我们要去加载的这个ur 第二个参数呢是窗口的名称或者这个窗口的目标 第三个参数呢是一串啊 第三个参数呢是一串啊 具有特殊意义的四串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在当前页面上呢去给它写一个按钮 当我点击按钮的时候呢我们呢让它呢去调用这个open方法 然后呢我们来看它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那么我们呢首先呢获取到这个按钮 然后呢去给这个按钮添加clink时间 当我点击按钮的时候 我们呢让它调用open方法 然后呢给它传入第一个参数 那么第一个参数呢是我们要去加载的ur 那么我在这呢去把这个百度的ur呢添给它 好然后呢我们来运行一下 那么当我在页面上点击按钮的时候 我可以呢看到了它在当前这个窗口的位置呢去 打开了一个新窗口 并且呢加载这个页面 好稍等一下 我呢把这个网络呢重新连一下 好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重新把这个程序呢运行一下 那么当我点击按钮的时候呢我可以看到呢 我打开了一个新窗口并且呢夹载这个页面 那么我在不停的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它会不停的打开新的窗口 然后呢 加载这个页面 那么这个呢是只有一个参数的时候 那么这个呢是第一个 那么如果啊 我们在这个open方法里面呢 去给它添加了这个第二个参数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 它呢是窗口的名称 或者呢是窗口的目标 在这儿呢 我们呢随便去给它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就叫做这个百度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先把原来这些东西全给它删掉 重新刷新 当我点击按钮的时候呢 我可以看到呢 它呢确实呢 还是打开了一个新窗口 然后呢加载了页面 但是呢 我在重复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可以看到呢 它呢是在 我刚刚已经起好名字的这个窗口呢 去加载这个乳的 也就是说呢 第二个参数 是给打开的新窗口 起一个名字 然后呢 以后再去加载UR呢 就在这个已经起好名字的 目标窗口呢 加载这个UR 它呢并不会再去打开这个新窗口 好 那么这呢是第二个参数 那么第三个参数 如果呢 第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呢 它呢是一串具有特殊意义的 字符串 那么这个字符串它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呢通过一张表呢 去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么具体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们呢直接的通过 代码呢来看一下 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么我呢在第三个参数呢 给它呢传入 一系列的这个特殊的值 然后呢去运行该程序 刷新 那么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呢 在我当前页面 400乘400的地方呢 200乘200的地方呢 打开了一个400乘400的窗口 并且呢 加载这个页面 也就是说呢 这第三个参数呢 其实呢就是设置 我当前打开窗口的一些参数 好 那么这呢是我们的第三个参数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啊 我们呢可以呢一起来看一下 它的叫做opener 在这呢我呢建两个页面 一个呢叫做super html 一个呢叫做sub html 那么其中这个super html呢是 副窗口 sub html呢是子窗口 那么首先我这个子窗口 它的颜色呢是蓝色 我的副窗口 它的颜色呢是黄色 我们的分别把这个样式呢去设置一下 黄色 然后呢我现在呢做这么一个操作 就是 我呢在当前这个副窗口的位置 设置一个按钮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让子窗让副窗口呢去打开这个子窗口 并且呢去加载这个sub.hml 好 我呢把这个程序的去给大家呢写一下 然后呢我再去详细的给大家解释 它到底呢是怎么回事 好 那么在这呢我们呢调用这个open方法 我们要去加载谁呢 加载sub.hml 然后呢 这个呢就叫做子窗口就ok了 同样把内端具有特殊意义的这个字路串呢给它拷出来 啊 现在这个地方 好 好打开子窗口以后呢我要干什么呢 我要在子窗口呢去捕获一个对象 好在子窗口呢我可以捕获到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叫做 opener这个opener是什么东西呢这个opener呢是打开当前窗口的副窗口的window对象 这个opener呢是打开当前窗口的副窗口的window对象 那么我们呢一起来看一下它呢应该呢如何去做啊 同样的我们呢在这个子窗口的位置呢去设置一个按钮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让它呢把这个subhtml的opener的去输出一下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谁 啊 好 ok 我们呢去把这个代码的去写一下 我们呢先运行一下 那么当我点击打开子窗口的时候呢 我呢就用这个sub.hml的去打开了 啊就用这个super.hml的打开了sub.hml 我呢点击啊 这个呢是super.hml 然后当我点击这个sub.hml 也就是子窗口的时候呢 它呢会弹出我当前副窗口的window对象 那么首先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呢 这个对象呢它确实是window对象 好那么具体是不是副窗口的window对象呢 我们呢可以呢给它呢验证一下 怎么去验证呢 我们用这个副窗口的window对象呢去做一件事 去调用document.write的方法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去输出一句话 好我重新把这个过程呢去走一下刷新 打开 点击按钮的时候 哎我可以看到啊 当前document.write并不是操作的我当前这个子窗口的window对象 而是操作的我当前副窗口的window对象的方法 好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opener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opener是什么东西呢 opener是打开当前窗口的副窗口的window对象 好这个地方呢还得让大家注意一点啊 就是爱意不支持该属性该对象 这边大家的注意一下 好